字幕 李宗盛 今日会由一位经济学家讲的 刘津义 他做新书 《中美貿易戰與未來經濟關係》 先說一切 我們香港最喜歡什麼? 我們最喜歡未見羅伊先敬佛 意思是先說這個人有什麼厲害 我想問究竟劉俊義在經濟學界有多厲害? 他有多厲害? 首先在美國那個年代 在美國的正教授出名的大學 拿到任務不是很多人 即是數得出的 張不祥當時在華盛頓大學 拿到任務很短時間 接著是周梓莊 周梓莊在克林森大學 還有劉俊義 現在多不多華人在美國出名大學 做經濟學教授 又拿到任務? 也有的 但比例比喻多 但以前來說都是這三個 所以我們都會說他們是電堂級的華語界代表 至少他做校長沒有人挑戰 有沒有人挑戰 沒有挑戰資格 但有很多爭議 因為在我們中大營的角度來說 每個人都很討厭他 因為他做很多事都是當時的學生不喜歡 但無論如何我們先放進去 為何我們要討論他呢? 因為最近中美貿易戰 他寫了一本書 他在一本書上提出了一些概念 我覺得值得討論 當然經濟學家經常被人嘲笑的地方 就是你有很多理論去解釋現象 但你的推測永遠都是錯的 因為在三個月前 劉遵義說貿易戰將會在三十日之內 九十日之內就會解決 不是解決到 他是覺得已經有個協議 現在九十日之內真的解決了 不過解決了方式就是用加關稅的方式來解決 先說回這本書 其實他最主要有兩個大的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他會用很多那些所謂的計量經濟的模型 就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其實我們過於高股這個中美貿易戰 萬一真的全面爆發 對於中國的經濟打擊 其實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高的 其實最多待會兒就說一下那個幅度有多少 第二個方向就是什麼呢 其實中國一直都是一個很高儲蓄的國家 他累積資本的速度是遠比美國快的 所以在可見的將來 美國的GDP的總值就會被中國超越 不得止 還要是可能在五十年之後 人均GDP都可能會被中國超越 不少年後 沒所謂的 我明白嗎 50年後 首先問問周彥大師 你好像看了一本書 你覺得怎樣呢 他應該沒有說到楊均超越 即是他講的意思是最少五十年 但可能超越 即是50年可能超越 其實即是等於沒有 即是你要超越的話 你的五十年最少 其實這個即是等於沒有說過 第二就是 他經過他的計算是中國的GDP增長是6.5% 最壞都是2% 所以影響力不是那麼大 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信的 就是因為股市的確是沒有大家想像中跌那麼多 即是我當時的時候 我希望是跌出兩萬四的時候是入市的 但到最後都上回去了 即是的確好像如果是純從股市 但那方面股市是最準確的 如果從股市去看的話 他講的東西是有文有露的 是 但當然他的計量方法 大家不相信 譬如中國GDP增長6.5%或者怎樣 但整件事是大的畫面來講 不要說瑣碎的計算 那件事應該是某一定可信性的 而且他說 譬如他說內需 中國的內需 是那個佔的比例 即是說外貿佔的比例 和美國的外貿的比例 是在這十年來是減少了一半的 外貿以來 事實上大家也可以知道 就算不是減少了一半 即是說如果十年前的時候就很嚴重 現在就沒事了 但就算不是減一半 我們都會知道就是 至少內需方面是大了很多 和外貿方面的比重是小了很多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事實來的 問題的比重是否好像他講那麼大呢 那這個就一定是值得相權的 因為甚至是可能他的錯誤 那個偏差很大 但問題是至少大方向是沒錯的 我覺得 那我想說少少他和 我和他熟一點 分別在哪裡 他們有什麼是打同意的 這樣吧 那張不祥呢 就不相信這些數字 從來都 他覺得從來這些數字都是 不要說中國的數字 是不是有水分 或者什麼 美國的數字都不相信 即他的GDP那些 全部都是 都是很不可靠的 即是他 即是他 那個年代訓練 他做很多自己的實證 覺得這些數字 信不過 那內地更加可能 如果大家 即覺得他有水分 就更加了 那就是第一件事 那但是呢 相反呢 即是相反 他就 張不祥就很多 喜歡走來走去 自己做很多生意 就在自己的數據 譬如他有很多工廠 是自己 自己運動的 即是真的知道工資有多少 他就透過這些數字 去自己手上的數字 去做一些評估 那但是 劉忠宴就不是的 劉忠宴他出名的是什麼呢 劉忠宴他出名的是 差不多他是 七十年代的時候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應該七十年代 就是比較多這些東西 就是做那些生產鹹數的那些 那已經是計數 然後用很多這些 國家的數據 去做這些投入和產出的關係 即是國家裏面 是有資本和一些人力的話 那是怎樣去 估計國家的GDP呢 那這些他是專家來的 但是他實際 對中國經濟有多了解呢 你問我的評估來講呢 我就會覺得 大教授張不祥就會比較熟 因為他事實上在那裏 好有 就是七八十年代 就會一路跟進他的改革 給一些意見 就是去過很多地方考察 這樣 那這樣東西是劉章宴沒有的 但劉章宴他就會 用很多這些官方的數據 然後他自己的數學模型 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是很難言北切的 就是這個approach 我首先講呢 那我當然認為是 實際實際打的經濟學 會比classroom economics 會好很多 但是 我們會知道 那樣東西是怎樣來的 譬如說 米芝林指南 米芝林指南 是非常不准的 但我也會看他 因為他雖然不准 但其實他不准得來 好過你自己走去看 即是說他不准得來 他的準確程度會去哪裏 他不會說那樣東西是A 突然變了B 即是說完全相反的 它是一個大方向 即是或者那樣東西 是有每一種計量 政府的計量 都有一定準確程度 當然現在很多方式 就是說我們根據往跡 往跡的時候 的偏差是多少 然後再計回他的偏差 於是就算得出 原來他永遠都作大三成 於是就可以計出 就算巴菲特去計 他說其實經濟數據不准 大家看鐵路數字 或者用電量 但是問題是 那些東西 都還是一些政府數據 其實政府數據 它是有一定的準確性 但是問題是 我們就懂得 它再重新計算 還有再去 重新計算 還有再去作出 有效的分析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即是說 米芝蓮的參考價值 我到最後都拿著 米芝蓮去吃東西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它都七成準的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跟大師 不是太大衝突 就是說 你如果好像天才都張常 那你就不用自作自己搞定 你就覺得哪些觀察 認為是重要的 你就可以把它 generalize 但是對很多 一般人來說 劉宗義的方法 其實是有他的道理 因為你變成有一個框架 框著你 我就是跟這套 每人都跟這套 的時候 可能有些東西是off的 但是不會太離譜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是張本常這麼厲害的話 你用試從事 用他的方法 你以為那些是 其實分分鐘是可以錯路 但是觀察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觀察現在我們 張本常觀察 他可能觀察到一些工廠的狀況 你去不到農村 去不到新疆 去不到東北 就是你如果單行觀察 你不是觀察香港 單憑觀察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那你根本上 你觀察不到這麼多 有很多狀況 你觀察不到 到最後 你可能 如果你是一個匯豐銀行 那你有很多自己 收集回來的數據 你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單憑 單憑個人力量 個人觀察 你根本上 你可能得出來的答案 是更需要的數據 但是你又要看回 你雖然劉俊儀 你看本書就知道 他動用了國家級的人手 去幫他搜集相關的資料 提供相關的數據 但是一個人 他有一個優勢是什麼 他可以貫徹自己的意志 在這個推論上 當你牽涉到國家級的資源 你就要為國家去服務 所以你是掌握了很多數據 當然這個是牽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你掌握了那個數據 正如周英大師說 你是可以折扣 但是你沒有折扣 你折扣得準不準呢 我一直都不太相信 這些所謂計量經濟學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太多東西可以擁有 就算不是擁有 你太多東西可以計漏 結果呢 因為他的推論 是牽涉太多方程式計算 我們經常都說 差之毫利貿易千利的意思就是這樣 可能你計少了幾樣東西 或者你沒有推論到相關的東西 那就已經差好完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國家要求你 不可以寫到怎樣 那你本書出來的框架 本身已經限制了 有一個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周時去看這些書 那本書就要閱讀 它的原始資料 即是他那本書我很多都不同意 即是很多人都做得完始資料 你要對比 即是你相信他很多時候 他不會是在 那個figure 中作壞 但多數就是一個分析 只要你看的時候 你周時要看到魔鬼細 當然他那一部分的時候 他那一部分的時候 我只是同意那個大前提 就是說你那個比重是少了很多 但是不太想像到那麼嚴重 我是因為我是觀察到另外一些東西去配合 即是譬如我 也都是在米芝蓮做什麼 米芝蓮我會觀察到其他人的食品 其他東西 或者他對其他東西的準確性 去做一個比較 等於我現在為什麼 我會傾向於相信他影響問題 因為我覺得股市是跌得比想像中少 即是我從一個市場正式去判斷 所以我就認為我不是同意他 只是6.5%跌2% 我不是同意他的數據 但我同意他的方向 因為我是在資本市場 我見到一個類似的現象 股市跌多少 我們可能開個集再說 但我覺得有一點是 張晏祥和劉俊宜都同意 亦是和周顯講的結論是同意的 張晏祥經常強調的是 中國市場很大 其實中國市場大 即是你這麼大的時候 就是跟劉俊宜說的 我現在很多東西都是靠內需的 即是出口的比例已經不是這麼大 那為什麼不是這麼大 因為他自己本土的市場很大 他本土比美國加歐國加日本 所以這個是兩位經濟大師一致的地方 一個很不相信政府的數據 一個用足政府的數據 但是分析的背後 基本概念就是中國市場很大 如果市場這麼大的時候 所有其他東西變得不太重要 即是一些off的東西 除非你說中國市場不太大 他真的有這麼多人 他真的有在大城市裡面的人 是他有最積的財富的 我補充一件 其實市場這麼大 這個大市場的理論 同時間也存在在美國和日本 因為美國和日本都是本土市場最大的 內需市場最大的 即是別人是一個1億多少少 1、2、3億人口和3億多人口的國家 都已經是內需市場最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推理得出 即是說別人很緊張 但其實你很貴 日本或美國的內需是真的很大 一個13億市場 當然如果有一定的GDP的base 不像一些很窮的國家 例如印度 印度內需市場都很大 所以都是應該相信 有理由相信 問題就是數字 是的 我猜有一點就是 就算大家都同意 它的市場很大的時候 我想在這個分析裡面的時候 有一點就是 大家都可能會是流了 或者影響到市場不太大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政治原因 經濟原因 中國是要和外邊斷絕了一些來網 這樣的時候 是一個走資的問題 即是如果你真的走很多錢的話 回不來的話 那你市場是否這麼大呢 這個就會對很多有錢的人都走了 中國的貧富是很重要的 如果真的沿海 有錢的全部都走了 什麼原因也好 大部分都走了的話 剩下很多都是窮去飛揚的人 可能會對大市場 或者內需那裡 會有一定的折扣 我同意這個狀況 這個比較是 雖然走資從來都走 但就算說 劉俊義和張悟純有些東西共生 有些共生我都是不同意的 例如他們很相信 國家的力量 或者行政的力量 是可以促進到經濟發展 無論劉俊義和張悟純都認為 你政府推動基建 用一些國家級的政策 就可以抵消到 這件事我是很不相信 另外更加重要的是 內需市場 日本就是為何經濟衰退得這麼厲害 就是你過於注重內需市場的時候 你有很多商品 你迎合不到世界的需求 因為你只需要顧及 國內的顧客 已經可以圍堵 或者顧及國內的顧客 作為一個首要目標 你慢慢會看到 日本的電視 日本的手機 就是完全開始 不能夠和海外競爭 這件事其實都要留意 好 今天就到這裡 中文字幕組合上 包括海外競爭 對,中文字幕組合上 這些某李